HELLO 大家好! 主春路 澳門統計局公布第二季博彩業人力資源需求 及申酬調查結果 我們一齊看看 博彩業全職僱員共有53,592人 按年減少2,176人 當中可觀只有24,093人 減少550人 6月份博彩業全職僱員平均薪酬按年跌1.8%至23,270元 可觀的平均薪酬亦跌2.9%只有19,370元 所以做可觀已經不可以叫鐵飯碗 不是奧漁時代可以做城勢 而且工資很多年都沒有點加 現在還擔心博彩續了倒排之後 會裁員兼減薪 外勤超級市場王朝分店開了 就在1號A巴士總站旁邊 一日都有好多美花賣 9.9至19.91閘 各位街坊經過買閘回去插 一日心情靚 喜歡插花的美女們 以後不用捱桂花了 要甚麼花幫你找 花就是愛,愛是永恆 愛勤愛你,鮮花愛你 淡仔愛勤超市在新豪峰後面 綠棉酒家旁邊 現在還可以訂花束 有興趣加微信群或打電話 282222271落單 有學者說 不論博彩人力資源需求減少 或相關人員的薪酬下跌 對此不感到驚訝 認為數據反映實際情況 受疫情影響和博彩業深度調整 有部分衛生場結業 亦有人因為無薪價過多而選擇轉行 更有肥雞餐等鼓勵員工轉職 種種因素影響 博彩人員減少正常 因為經濟畢竟旅客減少 賭場收入少 員工薪酬下降 亦屬正常 估計未來一段時間 上述兩者的跌幅 會在正常範圍內 畢竟現時處於新賭牌鏡頭階段 博彩需要負社會責任 避免進行大規模裁員減薪 相信短期內不會有惡化跡象 不過逐左賭牌真的沒人知道 可能真的會炒和減薪 統計資料亦顯示 在照聘要求方面 只是10.5%空缺要求有工作經驗 大約7.8%只需要高中或以下學歷 職位空缺率跌至接近0的水平 反映疫情持續影響 博彩業人的資源需求 仍維持在較低水平 職業培訓方面 博彩從業員讀多了很多書 學歷高了 博彩業僱員參與由企業提供的 培訓課程共32萬人次 按年升25.6% 當中主要收讀商業及管理 其次服務課程 培訓課程絕大部分 由博彩公司舉辦 當然沒事做人手過剩也不能炒 公司就抓你讀書 所以博彩人參與的學員人次 佔總人次的接近九成五 這集就先看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 給截圖二維碼 謝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